我认为习近平并没有掌握军队 因为他不可能掌握军队 他怎么掌握军队啊 他军队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一天并且没有带过 军队这个系统 不是说像美国这样 谁当总统 谁就是最高司令 然后总参长就给他提醒 他不是这么大系统啊 军队这条系统 就是我当军长的时候 你当市长 他当市长 他当团长 他这么一系列的 一个体系 习近平连他的将军都认不全 他怎么掌握军队啊 现在呢 他唯一能够做的呢 就是把贪腐的军队这条系统 打乱 他所谓的军队啊 并不是说他能掌握军队 还是说他把现有的军队的系统打乱 司令不认识政委 政委不认识司令 然后呢 你们反正都是贪官 但是呢 如果你们只要不联合起来反我 那么就 因为总队有人当军长 总队有人当司令嘛 那么他只是这么一个 非常暂时的和不稳定的 来控制军队 好 好